山东美和普林西比方面 指两国传统友谊 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与不顾 与台湾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 这是一种背心弃义的短视行为 我们坚决反对 与我建交国同台湾再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 我想在这里重生 世界上就是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维护祖国统一 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立场 是坚定不移的 请问发言人刚刚您已经对于台湾女生 在前一生同安南会谈中间 我们强调了中国今后在联合国里面 将会发挥更加激的作用 那么中方和秘书长还谈到了联合国的改革问题 我们中方表明中国政府是支持赞成联合国 要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改革 各个机构 那么我们认为联合国的改革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 增强维护世界上的和平 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联合国在这方面 今后应该要增加它的作用 主要是改革的目的是这个 那么中国还强调了重视经济发展社会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也表示赞同 他认为今后联合国要在促进能力合作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么当然也谈到了台湾问题 秘书长表示他作为联合国的秘书长 将会继续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 以及有关的决议的精神 所以他还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现在坐牢的那个 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秘书处违背了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宗旨 超越了秘书处的权限 在未经该组织执行局批证的情况下 私自决定颁奖 这个做法我认为是错误的 此外中国方面曾经多次向这个组织的秘书处 有关人士及其主要负责人提出 高瑜是因为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判刑的 高瑜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新闻自由的问题 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做法 实际上是干扰了成员国行使司法主权 是对成员国的内政的粗暴的干涉 这会影响到我们同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关系 中国还强调了重视经济发展社会问题 就是非法战斗钓鱼岛的 我们当然不承认这个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 我们认为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岛屿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那么当然我们认为日方他表示的 应该要他也要采取措施来 不让这个日本的人士登上这个钓鱼岛 我们认为他应该是恪守他的承诺 进行了会谈 下午端他还有一系列的活动 在前提升同阿南会谈中间 我们强调了中日部 以后在林安部里面将会发挥非常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